今天是8月30日 俄乌战争进入到917天 现在我们关注最新的战况 目前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事依然焦着 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州的攻击节奏放缓 乌克兰军队正在试图挖掘攻势 保住他们最近占领的地区 同时在库尔斯克州突出部继续进行进攻 乌克兰军方说 乌军在三个星期攻陆并占领了库尔斯克地区 将近1300公里的土地 俘虏了594名俄罗斯军人 据图片报8月29日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完成了库尔斯希腊包围圈 包围圈内大约有3000名俄军士兵 一位俄罗斯博主写道 库尔斯克地区塞姆河上的所有扶桥和桥梁都被摧毁 俄军最近在塞姆河上修建了四座扶桥 看来全毁了 泰陀基洛称的供给已经被切断 几千俄军无路可逃 同时库尔斯克地区的利格夫市和里斯克市 已经处于乌克兰炮火的控制之下 一位美国官员透露 美国的一项情报评估显示 自乌克兰接受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以来 俄罗斯已经将它90%的军用飞机 匆忙转移到陆军导弹的射程之外的军事基地 今年4月美国媒体政客网站消息说 美方在3月秘密向乌克兰运送了一批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导弹的射程可达300公里 华尔街日报8月27日报道 一位美国官员表示 乌克兰不断的要求美国解除其对于陆军战术导弹 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限制 拜登政府还未下最后的决心 拜登似乎更愿意实现自己最初的愿望 尽可能多地消耗俄罗斯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 27日在记者会上说 美国得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深入俄罗斯腹地 进行打击的立场没有改变 但乌克兰可以利用美国的军事援助 来抵御跨境攻击 及进行反击 一个消息令人惊讶 决报道 白俄罗斯首次在他的领土上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无人机 这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下达的命令 而且卢卡申科29日明确表态 不会派兵进乌克兰参战 也要知道这卢卡申科呀 可是普京的铁哥们 虽然乌克兰被库尔斯克发动突袭 并占领了大量俄罗斯的领土 但俄罗斯并没有大规模调动 位于吴东地区作战的士兵回访 仍然对吴东地区采取强烈的攻势 但似乎又无法取得好的战务 近期有网友分享许多从吴东战场有关的视频画面 吴军透过无人机成功的对俄军的士兵装备 造成严重的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发布视频 褒奖那些在前线作战的乌军士兵 乌军近日在顿列斯克州的 马克西米利亚尼夫卡战场 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然而该波攻势却遭到当地乌军的化解 17辆参加该波攻势的装甲车 只有4辆成功撤退 其他的都被乌军包了饺子 1. 乌克兰公路库尔斯克后 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 首先克林姆林公外紧张的情绪加剧 这是整个战争中从未出现的 这次攻击是国防部和总参谋部重大的失败 将导致军队最高层进一步的清洗 许多专家指出 普京显然非常的老虎 管辽机构只能相互推卸责任 寻找理由来为自己的不作为辩解 目前危机没有得到解决 如果导致高层清洗 即使规模不大 对普京政府来说 也是一次严峻的考虑 俄罗斯精英对局势的反应 目前尚无法预测 尤其是如果莫斯科不能迅速流转局面的话 其次行兵动员问题 再次浮出水面 尽管俄罗斯和西方主流看法是 自2022和2023年冬季以来 克林姆林宫不打算再次大规模动员 因为新的动员需要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并将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 直到最近 当局仍在通过增加报酬来吸引志愿军参军 但如果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领土上扎根 这种方式可能会改变 随着2024年即将结束 俄罗斯社会得取得胜利的前景感到失望 得战争感到疲惫 这些因素让大规模动员变得非常的不受欢迎 2.乌克兰要吹灯拔拉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 8月3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乌克兰将从2025年1月1日起停止 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过境运输 波多利亚克接受乌媒采访表示 自明年1月1日起 途经乌克兰的友谊输油管道将停止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过境运输 友谊输油管道是俄罗斯向中欧东欧 运送石油大型管道系统 管线起点位于俄罗斯西南部的萨玛拉州 北线经白俄罗斯通向波兰和德国 南线经乌克兰通往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他与苏联时期建成 也是现在俄罗斯通往欧洲最后一个主要的 输油管道系统 波多利亚克说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等 欧洲国家一直通过这个管道 接受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与乌克兰公司之间关于向欧洲运送天然气的 合约2024年底即将到期 乌克兰方面多次表示不会延长这一合约 折连斯基这一举动将会斯洛伐克匈牙利跳脚 因为他们必须在冬季到来之前找到替代的方案 三是否逮捕普京蒙古 谢两难 普京将于9月3日访问蒙古 国际刑事法院及乌克兰要求蒙古当局在普京访问期间将他移交给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法新社报道 国际刑事法院于2023年3月17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逮捕令 这一逮捕令是基于普京非法将乌克兰人同从乌克兰被占领的领土上 强制转移到俄罗斯境内的制 国际刑事法院指控普京对这一行为负有个人刑事责任 并认为这一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 普京预计下周二访问蒙古 这是他自逮捕令发布以来 首次访问国际刑事法院成员股 根据规定蒙古有义务逮捕普京 国际刑事法院发言人阿普杜拉周五向媒体说 作为签署国际刑事法院创立条约 罗马条约的蒙古有义务和国际刑事法院合作 蒙古于2000年签署的罗马条约 并于2002年批准了该项规约 乌克兰外交部周五也发出声明 敦促蒙古当局将普京移交给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不过莫斯科方面表示 并不担心普京会在蒙古期间被逮捕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克林姆林宫对此并不担心 他向媒体表示我们与蒙古的朋友进行了很好的对话 此次访问的各个方面都经过精心的准备 但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克林姆林宫前政治顾问 现在的政治评论家别尔科夫斯基说 普京得到中国政府的安全保障 才访问蒙古的 蒙古不会与中国作对 尽管他不想与美国挑起争端 罗马条约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基础 该条约于1998年7月17日在意大利罗马通过 并于2002年7月1日生效 根据该条约 如果普京踏上蒙古的领土 每个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都应执行逮捕令 莫斯科虽然表明并不担心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 但普京自2022年进攻乌克兰后 便大幅减少出访次数 至今没有前往任何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 终上手术 俄罗斯战争陷入胶着 武东前线战斗激烈 俄罗斯进展并不大 乌克兰也没有高歌猛进挺进莫斯科 而是向周边扩张的同时开始修筑防御的攻势 三千俄罗斯军人已成乌克兰狼中之物 普京束手撤 俄国战争的结局尽管早已确定 但过程依然艰难趋于之 可谓一寸江山一寸雪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